啊小姐找我过来有什么事情啊啊 你那个整理款什么时候下来啊到底啊 不是能不能下来啊 这多久了 才过了几天嘛啊 从老家上来一个星期都不到是吧 这个东西我都跟你说了 没那么快啊 至少的话 以后还要等两个月以后去了呀 哪有那么快嘛 再说了 这个事情也不是说有我决定的呀 我决定不了啊 太久了 你这个东西反正我跟人家 我现在需要用钱啊 你赶紧给我 你不管那财新款有没有下来 你先给我先把到时候 那钱下来了我就不拿了 就可以了 没什么区别的 我先给你啊 我怎么给你啊 这个是吧都没到账 我想分也分不了呀 我想给也给不了呀 你以为是200块钱呀 那这个我可以随时给你啊 是吧 这个不是一个小数 你有办法的 知道没有 我现在需要用钱 你必须给我想办法 你欠我那么多人的钱 你事实该还了 再说了 我没时间等你这个什么 哎呦什么时候下来 哦 或者明年或者下半年 我没空等 你知道没有 我现在要用钱 所以呢 你给我想办法 你有那么迫不及待吗 你去套现去 你的信用卡不是有 是吧 那么多的额度吗 套现给我 对不对 然后呢 是吧 到时候那个贡献款下来了 你再拿着那个钱就行了 我不拿了 那钱下单就直接就 是吧 给回你了 对不对 你也没什么损失啊 是吧 你都说了 既然那个钱呢 到时候呢 是吧 还没没多久就下来了 那可以啊 那到时候的话呢 是吧 你那个另外 那个信用卡呢 你也可以马上 还进去了呀 又没影响 还没有影响 是吧 一切就有可能 你什么事情都能办得妥的 知道没有 只要是你的吃的话 是不是 这个东西怎么可能没影响吗 你的意思就是说 让我现在是吧 想办法拿出这十万块钱 先给你了 然后的话 以后我再慢慢还进去 对吧 这个不是小数目啊 知道没有 没有那么简单 我看到你那些朋友 动不动切个几十万 十几万的 人家也不觉得有什么 哎呀你这个是吧 是目前的时候 你那你那你那切了 就也就几万块钱 你就叫压压的 有是吧 叫你在是吧 再掏个十万块钱出来给我 哎 你更不爽了 那你又是你吗 照你这种态度 我跟你讲啊 我还指望你到时候 都那个中低款下来了 你给我那十万块钱 我现在想想 我都不敢想 我觉得这都不可能 怎么可能吗 你这种心情如命的人 知道不 那是你好不好 我觉得你正在忽悠我啊 跟你讲 这什么 用款兵机器 跟你讲 知道不 我怎么可能吗 我不是像你 你才是是吧 比这个看的任何都重 知道没有 我没有看的那么重 等吧 你就耐心等待一下 这个事情呢 很快就有这个着落了 我一点我都不信 你说的话 我等了很久了 年初一直都现在 你说的 那这个这个事情是吧 有我说了算吗 再说了 你说了不是 你干嘛在那里沉默呢 干嘛在那里 心事淡淡的沉默呢 我那个东西下来以后可以分一笔 单身的话 现在还没有下来 你就等不及了 你有什么地方需要花钱吗 你天天在家里面是吧 又没什么事干 该买的东西又买了 衣服又那么多了 是吧 化妆品什么的又有了 再说了 是吧 其他开支又不要你负责 你说你还有什么可化的吗 我都搞不明白了 你老是那么急 对不对 还要我先给你啊 那你先给我嘛 那到时候到时候我也不拿了 还真搞笑 我给你啊 是你承诺了有我的一份 你这样你肯定要给我 我承诺过你吗 我承诺你了呀 但是我承诺你不是说是今天呀 也不是明天呀 是是下来以后呀 是过两个月的事情呀 难道我我说过 我就立马我就要去做啊 所以说呢 你一直在不约我咯 那你提前提前套套献给我 你不愿意咯 肯定不愿意啊 那肯定啦 我谁呀 说好听点整编人 老婆哎呦 说白了得就是个外人 外姓人知道没有 哪比得过 你那些是吧 跟你完了十几年的朋友呢 哪比得过呢 对不对 以后你要是陪朋友 还要陪你过日子的 懂不懂 怎么比不过了 那比不过是吧 那我也听听做吃的给你吃啊 对不对 给我吃 哎呦你这是做吃的给我吃 哦 我就更自主了 那问题是我没听听 做吃的给人家吃吧 你家人不吃啊 你光做给我一个人吃 你自己不吃啊 儿子不吃啊 你是光卫围肯做的吗 不会在那里吹了 知道没有 赶紧这个钱赶紧给我 我跟你讲 我等不及了 那等不及 等两个月吧 好吧 两个月以后呢 到时候下来以后分离一半 就这样子吧 就这样子吧 我等着准备一半 再来不及了 呢 再来不及了